泽倫斯基又接受了 大西洋月刊的訪問 地點在他基辅的 這個寓所裡面 這裡面有很多細節的描述 記者的第一人稱 那很有意思的是 裡面顯示出 泽倫斯基對於全世界 非常非常的不耐 他說什麼 當一些領導人問我 需要什麼武器的時候 我需要一點時間 平復自己的情勢 我看到這邊我就笑起來了 你知道嗎 人家要送你東西 這個東西都是幾億 幾億美金的計算 然後你要平復自己的情緒 快樂的情緒嗎 不是 他憤怒 他不耐煩 因為我在一週前 已經告訴過他們了 韓濱 我要兩億元 我一週就跟你講過了對不對 到現在怎麼還沒送來 我說我需要這種特殊的武器 你有 你就有 我們都知道他存放在哪裡 你能夠把他交給我們嗎 我們甚至可以駕駛 自己的貨運飛機來拿 我們甚至可以 每天派三架飛機去拿 比方說我們需要裝甲車 而且不只是每天一輛 我們每天需要200到300輛 這些可不是為我自己叫的出租車 這個我是需要這些運輸工具 有航班整個事情可以組織起來 我們都可以做所有的後勤工作 韓濱 他是 你知道這個東西對照前幾天 他那個所謂荷芒 當然我也覺得說 另外一種可能是他的壓力太大 大到或說太過疲累 他就是基本上有點恍神 然後抱怨 然後有點難難自語 所以那段影片 很快被烏克蘭刪掉了 大概覺得不符合 他現在要激勵士氣 在對照他這個談話 其實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上去找這篇訪問 他裡面有很多 澤倫斯基的動作細節的描述 記者說他他的一天 不是在什麼不是在推特 反正都是在這個社群 他們就在接電話 都在這裡面度過 不停的打電話 不停的發文 大概就是一個 暫時總統的日常 已經56天了 他需要打10年 你覺得他還可以撐多久 我覺得他再這樣下去 他的精神狀況恐怕會令人擔憂 因為那個壓力實在太大 這也不能怪他 我想任何人處在他那個位置 壓力都非常非常大 可是問題是 我覺得 你在講一些 根本不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一天200到300量 你真的是把這些北約國家 當提款機嗎 對 他的願望清單越來越大 之前講那個標槍不是也開得 是 美國已經把他三分之一的庫存 都給你了 不然你還想要怎樣 然後前兩天不是又開口 500億美元 一次就這樣 真的是隨便他開 把大家嚇壞了 真的 我覺得你是搞不清楚 是人家欠你的 這個給我一種感覺 就好像路邊一個乞丐 你過去丟給他一塊錢 他說一塊錢你給我幹嘛 至少少說來個兩三萬 好像是這個意思一樣 你到底在講什麼 人家願意幫助你 我覺得正常應該要感謝 就算說沒有辦法幫助到點上 這個正常不應該是總統來講 照理來說 應該你有你的外交人員 比如說像介大使這樣的人 去幫你去洽談 你做一個總統 你是個國家的象徵 你應該是在一團合氣 感謝這些美國幫我們付出 怎麼樣用這種方式 然後讓你的其他的政府官員出來 結果你什麼事情 你都衝在第一線 然後有的時候稱讚人家 有的時候指著人家彼此罵 你到最後會搞成什麼 搞成一團亂 我覺得哲倫斯基應該要退下來 你最好的工作 就是做一個演員 你也只會做這個 你就好好的去網路上 去發表各種激勵人心的話 或幹嘛 我覺得那個是哲倫斯基能夠做到 可是這些外交的事情 真的是讓給專業的來 你根本完全就不懂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淫髮族 有兒童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在快點購購買 才是最划算的